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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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地角平放于工作台上 根据切割需要 调整地角长度 并让两头地角长度一致 最后锁紧螺母 2. 将主机安装在纵向导轨上 先取下导轨一头的线位螺蛳 将主机下面的导轨滚轮与导轨光轴配合后 轻轻用力推入纵向导轨 轻轻推动机器 检查其全程应无阻碍 并装回线位螺蛳 3. 将横向导轨安装在主机上 先取下横杆上的线位挡块 将升降控制电缆从主机壳中穿过 再将横向导轨水平方向放置 将有光轴的一面朝下 慢慢推入横向导向轨轨中 轻轻推动横向导轨 检查其全程应无阻碍 并装回线位挡块 4. 组装割剧升降总成 将割剧加持器插入升降体下的连接器上 将升降装置总成与横向导轨端部 用4个M5×12的内六角螺丝相连并拧紧 将七星航空插头插在横杆的七星航空插座上 并顺时针卡紧 然后调整割枪垂直于水平面 5. 气路的连接 将红色燃气皮管反方向拧紧 在燃气电磁阀的接头上 再将黑色氧气皮管顺方向拧紧在氧气的电磁阀接头上 并用扳手锁紧 横杆的另外一头由氧气和燃气气路输入接头 客户需要自备气管和气瓶 减压气并牢靠地接在横杆的气路输入端 接好后可以在工作压力状态下 用造业法检查气路的密封性 确认无气体泄漏 6. 电气的连接 将横向导轨上的控制电缆 与束控主机的输出控制 实行插座相连并且拧紧 将三星电源线插头 与主机的输入电源 三星插座连接并拧紧 另外一边的插头 与工厂的供电插座连接 本机输入电压为AC220V 请确保有可靠接地 7. 电源面板的介绍 输出控制为升降电机和电磁阀的控制电缆 输入电源为AC220V电源输入 等离子为预留等离子割腔开关接口 如有需要可以与我们联系 拖机为电机自由状态按钮 按下亮灯机器可以自由推拉 关闭拖机按钮 灯面机器处于锁定工作状态 DC24V保险可在电机或电磁阀 无法动作时检查该保险 AC220V保险在整机无电时检查该保险 按向1处为打开整机电源 电源开关向0处为关闭整机电源 3.系统面板功能介绍 F1至F7为功能键 在每一个界面下有不一样的功能 根据屏幕窗口的提示 按F1至F7选择相应功能 如主界面下 F1自动 自动加工程序控制 F2手动 手动调整切割枪位置 F3编辑 编辑修改USB输入 USB输出加工程序 F4参数 系统参数设置 F5诊断 检查机床输入输出信息 F6图形库 标准图形的设置与排料 按ESC 退回上一级菜单 绿色为程序启动按钮 红色为程序暂停按钮 升级键为系统软件升级按钮 具体操作详见说明书 USB为U盘程序传输用 按面板上的六个强电键 在自动和手动界面下 可控制外部强电 其中点火键为点火开关 该机型不具备此功能 预热氧和乙缺键为打开预热氧和燃气电磁阀 任按其一功能一样 切割氧为打开切割氧电磁阀 等离子情况下接通起呼开关 穿孔键为完成一个穿孔的过程 具体操作如下 火焰加工时按下穿孔键 其表现为首先割腔上升 再开切割氧 最后割腔下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在以后的暂停 回退 外延穿孔中需要反复使用 当预热结束后 直接按穿孔键 会使穿孔启动 仪器合成 总关键为关闭所有的强电输出 S向上按下割腔上升 松开停止 S向下按下割腔下降 松开停止 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方向控制键 在手动界面 可以按下后向对应的方向运动 按向上键 可使机器向前运动 按向下键 可使机器向后运动 按向左键 可使鸽腔向左运动 按向右键 可使鸽腔向右运动 F向上为加速按钮 F向下为减速按钮 系统主要功能介绍 1.熟悉手动和自动界面 1.手动界面 在竹菜单下 按F2键 进入手动功能界面 在手动界面 主要用到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方向控制键 和G 连续走的按键 其他的功能 想见说明书 一般情况下 按下四个方向键 相应的轴运动 抬手停 但按G 选择连续走时 高亮显示 按方向键 鸽腔开始运动 抬手不停 再按一下停止 若需要两个轴同时走 可在一个轴行走的情况下 按下另一个轴的方向键 两轴同时运动 此时 按下任意方向键 都会使鸽腔相反轴停下 而剩下的轴继续行走 直到再按下 当前行走轴方向键 运动才会停止 按暂停键 也会使运动停止 二 自动界面 在系统工作主菜单下 按F1键 进入自动功能主画面 四 暂停界面的特殊功能 在切割中 可按暂停键 停止切割程序 在暂停界面下 可进行如下操作 A 选择新的穿孔点 按F5键 输入新的穿孔点号后 系统自动走到新的穿孔点 等待穿孔操作 B 远轨迹回退 在加工中 应未割透 需远轨迹回退时 可按如下方法处理 按暂停键 使正在运行的系统 降速停 系统显示暂停标记 并提示如下图 按F6键 系统执行 远轨迹回退 按F7键 在回退的基础上 远轨迹前进 C 按F4键 选择跳行操作 系统提示 回退 前进 选择程序 根据操作光标 标出新选行的位置 按启动键 机床走到新的跳行位置 等待穿孔指令 继续加工 5切割前的准备 1设备切割前的放置 将设备的纵向导轨 与钢板平行放置 可以用卷尺测量 放置好后 检查导轨是否牢靠 2 火焰的测试 连接好氧气和燃气后 打开气瓶 及减压器 氧气工作压力 一般在 0.8兆帕以内 燃气工作压力 一般在 0.1兆帕以内 打开主机电源按钮 进入手动状态 首先 将预热氧阀门 旋开四分之一圈 再将燃气阀门 旋开二分之一圈 打开系统上的 一圈按钮 再用点火器点火 然后 再逐渐旋开 预热氧和燃气阀 直到获得 白色锥形标准火焰 完全旋开 割氧阀 打开系统上的 切割氧按钮 调整到 合适的切割氧气流 如果切割氧气流 不规则 可以用割嘴通针 适当地清理 切割氧孔 清理时 打开切割氧气体 三 切割图形的导入 一 切割的图形 如果是图库内 含有的标准模块 可以直接在图库内 调入 方法 进入图形库后 用上 下 左右键 选取需要的图形 然后输入 相应的尺寸 如半径为66的圆形 选取图库内的圆形 按回车键 进入图形参数 输入半径66 和适当的引入线 和引出线长度 然后 按提交 就可以自动进入 内切割该图形 二 电脑上 用配套的 FastCam软件 制作出 需要的图形程序 具体做法 可以参考 FastCam的 配套视频教程 或说明书 然后 拷贝到U盘 把做好程序的U盘 插入 数控切科机的 U盘插口上 首先进入 编辑 然后 按U盘 再按输入 这时 系统显示 U盘里的内容 用上下键 选取我们 制作的程序后 按回车键 这时 屏幕显示 程序代码 我们可以按 ESC键 直接退出 再进 自动切割 按下图形 出现 所需 切割图形 画面 也可以在 编辑模式 按 存储键 把程序 直接存储 在系统内 以备 下次使用 四 切割前的 参数设置 一 预热时间的 调整 进入 参数菜单 再按 火焰菜单 输入需要的 预热时间 可以把时间 调到100秒 然后 按保存 并按 ESC键 退出 其他的参数 我们在出厂时 已经调整好 非专业人员 请勿修改 确实有需要 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二 切割速度调整 进入自动模式 按F向上 或F向下 调整速度的快慢 具体切割速度 可参考操作说明书 第十二页 或割嘴的说明 五 切割起点位置选取 根据程序图形的起点 按 托机按钮 推拉机器 把鸽枪移动到 带切割的钢板上 相应的位置 推拉完后 记住要抬起托机按钮 也可以在手动界面下 按方向键 移动到合适位置 六 切割演示 及切割效果 当机器开始自动穿孔时 此时系统右下方显示的时间 是预热时间 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 等钢板预热完成后 按启动键 系统记录下 此次预热的时间 并自动保存 然后 鸽枪上升 开切割仰 鸽枪下降 等完成整个穿孔过程后 开始切割运行 鸽枪下降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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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继继继继续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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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